學英文,經驗分享 找到動機最重要 哈囉大家歡迎來到美的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 我是小林 今天小林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在學習英文上的經驗 坦白說就像小林在上次的影片 英文學習經歷分享中所提到的 還沒看那部影片的朋友們 可以點上面的卡片來做觀看喔 英文在我的學生生涯裡面 是一個讓我非常討厭的科目 我一直把英文當作一個考試交差的科目 所以我根本沒有花心思去準備 或者是去背單字啊 搞懂文法等等的 那情況一直到小林工作時 一切都有了轉機 小林找到了自己 為什麼要學習英文的動機了 那就是小林非常想要 跟外國人有文化上經驗上的交流 小林認為 如果要有這些很棒的交流 就必須要說一口流利的英文 雖然有些人說 不用說流利的英文也可以 但是小林當時就是有一種 莫名其妙的偏執狂吧 認為一定要說一口流利的英文 才能跟外國人有很棒的文化交流 因此這樣的偏執狂 也促使了我開始想要認真的去學英文 發覺各式各樣的學習英文的方法 也幫助了我在短短三年至今 英文能夠突飛猛進 雖然現在的我英文不算是專家 但是最起碼可以跟外國人流暢的溝通 然後可以互相交換旅遊資訊 互相交流彼此的文化 這也已經達到了小林當初 為自己設定的學習目標了 不過話說回來 或許大家不像小林一樣 這麼渴望想要跟外國人有樂切的交流 所以對學英文就沒有這麼大的熱忱或動機 儘管大家都知道英文很重要 但是無奈坐在電腦桌前 或坐在書桌前 總是提不起勁想要學習英文 小林在澳洲打工度教職 認識了一個神人 這個神人他也是台灣人 而且他的英文說得非常好 非常的流利 完全都沒有一點台灣嗆 然後小林當時就問他 為什麼你的英文可以說得這麼好啊 因為當時他還在台灣的時候 就立定之項 要交一個外國的女朋友 所以從那時開始 他就開始專研各式各樣的英文搭訕句型 如何用英文去撩妹、如何用英文去把妹等等 所以當他把這些劇情練習到滾瓜爛手之後 他發現當他去跟外國人聊天的時候 他還是會緊張 原因是他只懂得那些劇情 當其他外國人問他別的問題的時候 他並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因此當時的他就下定決心 他要開始擴展自己的單字量 擴展自己的口說能力和聽力 所以當初他的英文學習動機 是想要把一個外國妹 但是到了後面他發現 只學那些把妹劇情是不夠的 外國的正妹是不可能因為這些把妹的劇情 就繼續跟你聊天 所以他就開始專研了自己的口說和聽力的能力 那到了最後 他到澳洲打工、度假時 他把自己之前在台灣增進的英文實力 融合了他最早學的那些把妹經劇 最後呢 他真的成功地交到了一個外國的女朋友 但是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 他的這個女朋友是來自波蘭 那波蘭呢 並不是一個英語系的國家 而且他的女朋友還會說流利的中文 所以他後來笑著跟小玲說 當初他其實不應該花這麼多時間用心學英文 因為他現在的女朋友 本來就會說一口流利的中文 不過anyway 小玲就是想要分享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個 支撐你學習英文的動機的話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動機 轉換成你學習英文的熱情 那麼在學習英文的路上 你的持續性就會更長 走的就會比其他的學習者更遠一點 因為你有你的學習動機和學習熱誠在支撐著你 比方說你喜歡追韓劇或追日劇 那不如你可以試著把追韓劇、追日劇 改成追美劇 因為其實有很多美劇他的內容 他的精彩度 其實不輸日劇和韓劇的 那如果你可以開始追美劇 從剛開始依賴中文字幕 轉為依賴英文字幕 那到最後你不需要看字幕 就可以聽得懂美劇他們在講什麼 這也是一個很棒的學習動機 小玲想要表達的是 試著把英文帶入你的興趣領域中 比方說你喜歡烹飪 那偶爾也可以看看英文的烹飪節目 又或者是可以看看一些英文的食譜等等 總而言之 如果要下定決心學習英文的話 找到一個強而有力的動機來支撐你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動機可以從你本身的興趣裡面去尋找 試著把英文帶入你的興趣當中 那麼你的興趣將會變成 支撐你學習英文的最大動機喔 有了這個最大動機以後 相信你的英文要變好 那也就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罷了 希望大家在學習英文的路上 都能夠順順利利 然後英文變得頂呱呱 如果你有任何英文學習上的方法 和經驗心得想要分享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小玲我都會一一回覆的 喜歡小玲的這則影片請不要忘記在影片底下給小玲一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也歡迎在下面給我一個不喜歡 如果想要支持我的頻道 歡迎免費訂閱小玲的 每日新聞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 每天晚上6點小玲都會準時上傳新影片 每天晚上9點在小玲的 每日新聞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 都會有有趣精彩的免費線上直播 歡迎大家一起免費參加喔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喔 這裡是每日新聞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 我是小玲 我們下支影片或下個直播見囉 掰掰